这个男人为了尚未竟然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这天晚上冯春生正在书房处理文件 朱迪突然发来微信说有关于SK合作的好消息 来不来取决于春生自己 春生整理好衣服就准备前去赴约 此时小婷正好走到书房门口想跟春生聊一聊 他问春生要出去吗 春生则是略显慌张的解释 是SK那班人要约他谈事情 小婷没有再问只是让他去吧 春生也没有犹豫拿了外套就准备出门 小婷心里可能还是抱有一丝矫情 便叫着春生问了一句我还等你吗 春生则直接表示别等了我不一定几点回呢 这个回答让小婷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春生驾车急匆匆的赶赴朱迪家 他却不知道此时的小婷正在身后的出租车里一路跟踪 到了公寓门口春生想要进去 却又突然犹豫退回了车里 小婷一直在旁边看着以为他要悬崖了 便打开车门准备过去 可是下一秒春生仿佛终于下降了决心 打开车门再次走进了公寓 小婷看到这一举动终于彻底失望 重新关上了车门 春生赶到了朱迪的房间 可是一开门去见到满屋子的人 朱迪叫他去阳台私聊 春生只能知道他只在故意试探自己的底线 朱迪端了酒杯玩味的说 自己手里掌握着太多人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喜欢看别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能到什么极限 大部分只要给一丁点希望都会缴械投降 可是他没想到春生身为卓远的驸马 也也是这样的半斤八两 随后朱迪碰了碰春生的杯子 表示决定和志诚合作 还像红小孩一样的问了一句你开心吗 春生又尴尬又生气 最后却只是苦笑着说了句谢谢 这对夫妻曾经以为彼此是真爱 现在却只能隔门相靠 心里存着打不开的死结 小婷在林宛柔的推荐下却看了心理一争 经过书到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爱春生了 终于决定要和春生离婚 而另一边 老朱将春生叫到自己办公室 春生见面就是一对虚伪的寒暄 老朱则表示一家人没有必要说这种场面话 而当春生问起老朱现在是否还防着自己 老朱则直接拿出自己的检查报告 他告诉春生 一个女婿半个儿 虽然自己从没把她当成自己的半个儿 但是现在的情况必须要跟春生交个点 他让春生不要跟任何人说 包括小婷 而这么晚叫春生过来就让他心里有个数 小婷找律师咨询离婚的财产分割 晚上回到家 春生突然从书房进来 让小婷抽空回去看看老朱 小婷出去了一趟 回来却发现春生躺在了床上 春生表示前段时间一直在忙SK的事 现在下目落地了能好好陪陪小婷了 可小婷只是淡淡说了句 我想一个人睡 把春生赶回了书房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两个人气氛有些僵 春生接到简单的电话 说要请二人吃饭 小婷同意了 简单这次来是要商量场地合作的事情 小婷一口替春生应了下来 春生则表示要拿回去 商讨之后才能决定 春生出去打电话的时候 小婷感慨到 看着简单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为了帮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成就他 看着他一步一步上升 可是当简单问起他和春生的情况 小婷却表示绕了一圈 自己好像又变成了曾经的简单了 晚上回到家 小婷递给春生一份文件 春生疑惑地打开 却赫然发现竟然是离婚协议书 这个女人发现丈夫出轨 终于下定决心临婚 春生还是试图几时说 自己只是去办公事 可是小婷表示 即便如此 春生也不是清白的 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什么都可以做 而自己和朱迪比起来 确实是朱迪对春生的帮助会更大 她选择朱迪就对了 紧接着小婷还说明 自己最近没吵没闹 就是因为感性已经死了 她让春生找个律师 和自己律师对接 以后两个人就不要再见面了 小婷约了前段时间 独见疏远的朋友们 在饭桌上大笑着 向大家宣布自己要离婚了 而就在大家劝她的时候 小婷接到了父亲住院的电话 赶到医院后 小婷质问春生 为什么不早告诉自己 春生说自己答应了老卓 这次是看老卓晕倒 才不能再瞒着小婷了 小婷压下火 却让春生离开 可春生去用老卓当起借口 说不能让老卓再受刺激 老卓解后 小婷问她为什么瞒着自己 老卓却一改平时态度 说告诉春生和告诉小婷都一样 毕竟春生是自己的女婿 老卓拒绝手术 选择了保守治疗 小婷便收拾了行李搬回家住 老卓安慰小婷 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还盼着小婷给自己生个外孙的 随后她又问到春生 说小婷又把春生一个人扔到家里了 小婷只好借口 说春生最近事还多比较忙 这天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尽管小婷屡次劝阻 老卓还让春生和小婷送她去了公司 可到了会议上 合作方的协议十分不合理 引得老卓勃然大怒 直接运了过去 老卓的情况不容乐观 春生提出留下陪着小婷 小婷却果断拒绝了 即使在这么无助的时刻 小婷也不再需要她 看来这次她是真的不爱逢春生了